另外在辽宁葫芦岛 各港口的渔船鸣笛起锚 也开启了新一轮的更海沐鱼 在星城小雾渔港 一艘艘渔船整齐地停靠在码头 一帆风顺满载而归的崭新小红旗 挂在船头 渔民们忙着整理渔网渔据 检修船只 为顺利出海做好各项准备 沉寂许久的码头 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中午12点一过 伴随着马达巨大的轰鸣声 小雾渔港码头 停靠的百余艘渔船 陆续起锚出海 同一时间 葫芦岛市所辖25座渔港的 1400多艘渔船 也陆续鸣笛起航 开始了新渔季的捕捞作业 我们渔民期待四个月 终于出海了 我们心情非常高兴 期待有一个好的收成